新疆阿尔泰山脉深处的红山嘴 每年都会被大雪封山八个月 驻守在这里的官兵 常年与冰雪相伴 刚刚夏连的新战士们 要学会的第一项技能 就是滑雪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滑雪这项运动 在电视上看到赛场上 冬奥舰将们敢于拼搏 勇于担当的精神 更让我感到了冰雪文化的魅力 生活在雪海孤岛 滑雪不仅是官兵们 最喜爱的文化运动 也成为了戍边守房的 新型巡逻方式 官兵们踏上滑雪板 快速在雪山中穿行着 这次的巡逻目的地 是数座雪山之外的 十四号截杯 不规则的山路 积雪掩埋的石块 野外环境远比专业滑雪场 更具有挑战性 滑雪巡逻 不仅考验官兵们的体能素质 还对抗寒能力和其大的要求 虽然我们远离不忘赛场 但我们的心 始终跟中国舰匠们在一起 时刻关注着他们的每一场赛事 我们将会把中国舰匠们 顽强拼搏 用不厌弃的精神 用到树边守房 滚边空边的任务中 我们在祖国西北面串 对冬奥加油 对祖国点赞 如果说滑雪是速度与激情的体验 那军事运动会就是技巧与战术的拼搏 在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的军事体育运动会现场 一百多名官兵在严寒天气中同台竞技 在汽车拉力 士兵突击等极限体能对抗项目中激烈角逐 以拼搏的精神和高昂的士气 为冬奥加油助威 喜逢冬奥 我们通过举办冬季军事体育运动会 为奥运健儿加油助威 同时也是对官兵战斗精神的锤炼 为更好的完成 树边守房的使命任务奠定基础 北京冬奥吉祥物兵敦敦 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在武警新疆总队和火箭军某部 官兵们充分发挥创造力 滚雪球打地鸡精雕欲拙 用憨厚可爱的冰敦敦 为中国健儿各彩 为冬奥加油 祝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祝中国健儿勇创加地